韩国警察厅厅长明甲龙13日下午举办紧急发布会 确认证据因胜利的人的聊天记录中发现了警察厅长照着我们的言论 明甲龙表示警方将对此展开内部调查 彻查是否有警方工作人员参与胜利夜店的非法活动 另外还没报道 崔忠勋2016年曾因酒后驾驶被查 并请求警方掩盖报道 他曾在聊天群中提及因为多亏了警察三年多来才没有被公开报道 一直在演艺圈活动 目前这起三年前的酒家案正式被警方离案成立专案组调查